偏偏这两句,范冰冰没告诉我们实话。 转眼间,为期十二天的坎城电影节已经过半。 由于国产电影的软,一个顶级的国际电影节,堪城电影节受到国人看重的,早已不是电影,而是层出不穷,新鲜亮相的红毯女星走秀军团。 相信很多人的视野,早已被明星拼造型,赖红毯的新闻战剧。 而提到坎城电影节的红毯,我们最绕不开的就是范冰冰。 从2010年开始,范就开始了她的坎城红毯生涯。 从龙袍夹身,到葱花妆,再到气质出尘的花仙子造型,范冰冰好像每年都能整出新的花样。 每变一个场合,就换一套衣服,改一种造型。 赖城刚刚一半,有心人统计范冰冰已经变换了8套了。 而去年作为评委出席的她,记录是19套。 用她的话说,越努力,越幸运。那12天里,她还真够努力的。 下了这么大的功夫,不上几个投票,还真对不起自己。 风水轮流转,热点已换家。 范可能想不到,今年的女星一个比一个生猛,有假摔的,有钱翠赖在红毯上就是不走的,她开辟的毯星之路,后来者们早已模仿的炉火纯星。 虽说今年仍有热搜,但早已不似前几年那般风光。 不仅如此,范冰冰在采访中,留下了年度最值得玩味的几句话。 第一句与弟弟范澄澄有关,到现在都没弄明白,她是怎么出道的。 这句话确实,说不通,抛开范澄澄出道之前的韩国练习生之行,范澄澄气质脱胎换骨之外,范冰冰在范澄澄出道过程中,出得力甚至比宣传李晨新电影还要大。 在范澄澄参加偶像练习生期间,范冰冰不仅多次参与和范澄澄有关的话题互动,亲自把弟弟送上了热搜,而且在节目播出的三个多月里,她甚至微博头像换成了范澄澄。 而准姐夫李晨也是不遗余力。 背靠姐姐这棵大树,又有姐夫的一双大粗腿,范澄澄不火也很难拔。 理所当然的,范澄澄成成了偶像练习生中第一个拿到代言,第一个以独立一人的身份登上跑男。 当然,还有整个的铁车箱都是范澄澄宣传的操作,背后如果没有范的身影,网友表示是不信的。 。 如今,范说不知道弟弟怎么红的,简直和焦恩俊不停地助力女儿上热搜,却不承认在帮女儿称名一样。 而第二句则是与李冰冰的关系。 同样的东方面孔,同样的冰冰,这个双冰组合,被外国媒体弄混的新闻,随便一列就是一箩筐。 在这次砍城之行中,范冰冰也遇到了一起,被外国粉丝索要李冰冰签名。 而事后,她向媒体开脱说,李冰冰是多年的好朋友,名字相似被认错也挺正常。 名字叫错很正常,但是多年的好友就有点夸张了。 熟悉两人的都知道,范冰冰和李冰冰的矛盾,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好吗? 好朋友的称呼,那绝对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1999年,在共同主演电视剧《青春初动》时,两人手拉手宣传,互称闺蜜,青涩的模样简直就是绝无仅有的好闺蜜。 。 娱乐圈中,无论再有实力的明星,都需要资源的支持,而属于同一家公司,又都是正荡红的双兵当然也不例外。 而当资源有限时,争抢是在所难免的。 。 从少年包青天到天下无贼,两人争得不可开交,当然最后范冰冰离开公司,成立自己的工作室,与在某经纪公司时,她和李氏姐妹薄荷的传闻也是沸沸扬扬。 。 范冰冰离开了,难道两人一笑敏恩愁了?细节会证明一切。 。 甚至在参加某慈善晚宴时,原本范冰冰、李冰冰被主办方安排站在一起,仅仅过了一会儿,范冰冰就把姚晨拉到了两人中间,李冰冰也多次试图与张韶涵换位子。 。 参加活动,二人的合影照片,一看肤色,就知道图片出自谁的团队。 如今,彼此没有太大交集的双兵,自然以表面和气为主了。 。 虽然说和气,但称对方为十几年的好朋友,就有点虚伪了,毕竟好朋友不可能十几年来再也没有合作过,而且同台就闹不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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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